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两人是笑容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关系也十分要好 郑爽与马天宇曾一起合作过不少的电视剧 他们两人在《古剑奇谈》中郑爽饰演的是马天宇一见钟情的女子 在每人私放菜中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时隔两年 如今郑爽马天宇终于再次要组合CP了 他们两人一起合作的新剧《悲伤逆流程》和《已经定档》 即将在湖南卫视金营独播剧场播出《会上逆流程合》 是由上海新迪家影视有限公司出品 由林洪光指导 马天宇 郑爽领先主演 柴碧云 朱颜万兹 周承奥 张艺迟 张杨质子联合主演的青春丽之剧 该剧根据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在上海的小弄堂里两个家庭间发生的事 易瑶和齐鸣在弄堂里相识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在校园内外纠葛的爱情故事 齐鸣和易瑶是住在一条弄堂里的邻居 齐鸣作为这个 一直帮助和保护着易瑶 齐鸣在弄堂的后院 为易瑶挠下一棵树 许烂将来能给易瑶一个理想中的家 给易瑶温暖 随着岁月变迁 齐鸣帮着易瑶度过了误判病情 手术就极等风波 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爱情的烦恼和职场的困惑 大学毕业和龙堂拆迁搬家之际 齐鸣 易瑶终于突破与新房走到一起 职场浮沉又令二人不得不选择分开 青春有美好的回忆 也有遗憾 齐鸣 易瑶 森西 森香 各自追逐自己的青春梦想 也都得到各自成长的体育 感受到应该互相珍惜对方 大家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 郑爽 蔡盖剧终饰演的是女主易瑶 一位叛逆的不良少女 个性鲜明 坚强独立 不爱与人交谈 性格姑息 可本性却善良 从小古怪的生活际遇 让易瑶要强 需要人爱却忽略了身旁爱自己的人 一直误会妈妈只爱钱而不爱 她直到母亲去世 才知道母爱的伟大 后来找到的其实并不爱自己的人 郑爽曾主演过一起来看流星雨 微微一笑很清诚 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等多部都市肥皂剧 青春 动人的外表和坦率 勇敢的个性 她主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深受大众喜爱 唯妙唯笑的表演俘获大批观众 该剧都她主演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马天宇在该剧中饰演的是男主齐鸣 他在剧中是一位长相英俊 成绩优异 家境从贫苦到发达 齐鸣作为哥哥 一直帮助和保护着易瑶 他与易瑶有着一种临界 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是顾森香和易瑶都喜欢的男孩 本以为自己很了解易瑶 可后来因为错怪易瑶 导致易瑶自杀内就自己也自杀取逝 马天宇曾主演过《怪侠一只梅》 《少年神探敌人节》 《幻城》等多部热播电视剧 他所主演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曾多次在一部剧中一人饰演多个角色 将性格迥异的人物诠释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饰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差异与魅力 该剧由他主演十分的稀景 该剧的主演阵容一出 网友们就纷纷表示 这部剧L1也来追 因为这部剧有郑爽和马天宇 这两人在热播剧中可谓圈了一波粉丝 人气直线飙升 你们期待马天宇和郑爽的新剧吗 小编觉得郑爽马天宇合作的新剧 CP感十足 收视率绝对是网站 而且有望感超口背爆棚的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部剧绝对是网站的新剧